祖先牌? 神主牌? 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好,我叫Fillman,謝志雄 不管你是道教,或是佛教徒,都相信人有三雲七拍 神主牌就是供奉我們其中一個魂的牌 古時只是有神主牌,一個神主牌只可以刻字一對夫婦的名字 或是一個人的個人單人名,還要在祠堂或神廟供奉 來到今時今日為何有祖先牌呢? 因為以前戰亂的時候,我們華人又不是亡祖亡宗的族人 我們走路的時候什麼都可以不帶,但我們的神主牌位不可以不帶 如果拿著很多神主牌位走就很不方便 我們老祖宗就很厲害,想到一個方法就是把一個木牌挑全神主牌名 挑全名,那個牌我們就稱為祖先牌位 來到今時今日,我們的祖先牌位,因為我們方便一點 祖先的名字都沒有挑下去了,只是帶個聖就可以供奉 例如我姓謝,謝加歷代祖先就這樣去供奉 這樣就叫祖先牌位 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入祖先那裏? 也不是的,他有自己的規矩 兩種人是不能入祖先牌位的 哪兩種人呢?第一種是常有高堂而旺生的人 常有高堂的意思是我們長輩未旺生 我們就不小心有意外或有病痛已經離開人世 我們就不可以入祖宗牌了 因為我們長輩未入,我們後輩不能入祖先 就要等長輩走了 那期間我們要立一個個人的神主牌位 攻防到我們常高的長輩走進去祖先牌位 我們就可以進去祖先牌位 我們做這個動作叫做合路 合了路,我們就可以搬起和祖先一起住 第二種人不可以和祖先一起住 就是女生、女士,是單身的或離婚的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女士其實我們入祖先牌位是入老公那邊 但未結婚,沒有老公就不能入 在自己家裡是不能入 就變成要立一個個人的神主牌位來供奉 對離婚的情況就不一樣 離婚的情況就看往生過後 在老公那邊的家人 以及自己是否介意去入祖先 如果那邊的家人又介意 或者本身女士是介意不想和老公那邊的祖先一起住 他就要立一個個人的神主牌來自己一個人住 來到馬雅星亞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全世界的神主牌都是供奉在祠堂和神廟 但是馬雅星亞的神主牌是供奉在家裡的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因為以前我們老祖宗來到馬雅星亞的時候 都說我們華人是不可以亡祖亡眾的族人 我們就什麼都不帶,帶著神主牌來到馬雅星亞 來到的時候才發覺 為什麼沒有神廟,沒有祠堂 我怎麼供奉我的祖先 就在家裡供奉 供奉到今時今日 來到今時今日 是不是每個人都在家裡供奉呢? 大部分人都是在家裡供奉 但已經開始看到很多人 慢慢安置一個位置在祠堂 或者是神廟 甚至最多人安置在哪裡? 是山莊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山莊是長期的地方 同一些骨灰位,土葬位是長年位 所以他們都會安置這些地方 會安置一個,或者直接搬遷過去 有很多原因令他們這樣做 第一種原因就是家裡沒有猴人 以後我生的是女兒 女兒嫁出去就沒有幫我照顧 我又沒有兒子 就要安置一個位置在祖先那裡 以後我沒有在那裡還要有人去照顧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家裡開始不夠位 現在的地價、屋價很貴 搬到屋的家裡就不太方便 是供奉祖先 甚至乎有些人不方便供奉祖先 做工或者移民不方便供奉祖先 都會安置一個位置在山莊 還有一個就是下一代的人 轉了去做基督教徒 轉了去基督教徒 就不會供奉祖先 那些老人家就擔心沒有人供奉 一早就在山莊安排多個位置在那裡 以後就會祖先全部在那裡 有些人問 以前是沒有祖先牌的 現在才有祖先牌 如果我愛安排行山莊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做好像以前那樣 全部是擠折神主牌的 不是愛祖先牌的 其實是可以的 我也有試過做過這樣的情況 因為有些客人覺得 我擺一個祖先牌好像擺很少人 感覺上好像很少人 其實歷代祖先是很多人的 感覺上是少人 他安排了很多個神主牌 就把祖先的長輩 祖先的名字一對一對 就看到好像多人的感覺 舒服一點 其實你愛祖先牌位 或者是神主牌位都沒有問題 這些是看個人喜歡的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神主牌位的東西 或者想知道有些疑問的 可以PM我或者comment 在影片下面 我們下一次再見 我們下一次再見